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日本是一个比较刻板的国家。 这个个性,也体现在了他们国人身上。 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,都习惯按照规矩来办。 其实这本来是个不错的习惯。 但是过度的刻板,可是会引来问题的。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规矩都是正确的。 还是要根据情况,来判断一下才行。 日本就有发生过一件高智商的诈骗事件。 所有国民都认为,银行是最为安全的地方。 把钱放在那里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。 但是却没有想到,有人会模仿银行来诈骗。 在一夜之间就骗走了两千多万。 还是日本民众自己把钱送进去的。 就连警方也没有发现这是个骗局。 真的是被规矩给限制死了。 最夸张的是这个案件到如今还没有抓到犯人。 真的是让人想象不到。 事情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。 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很快。 很多商家每日都能赚到不少钱财。 但社会的环境还是比较不安全的。 为了能让自己所赚的钱,可以放在安全的地方。 他们都会选择放进银行里面。 可是银行的营业时间是有限制的。 如果到了晚上要存钱,也得等到第二天开门才能去办。 这就造成了很多的不方便。 所以,银行就开了夜间库房。 就是当银行关门后,还需要存钱的话,就可以用特制的钥匙,开启保险库。 把钱放在里面。 等第二天银行检查账户后,就会把多了的金额,存于使用者的账户中。 这样就省了很多的手续。 可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做法。 就让贼人盯上了。 再有一天晚上,很多商铺都结束了工作,开始清算收入。 准备把钱放入金库的时候,发现金库的入口卡住一张纸条。 上面写住金库的锁头出了问题。 暂时不能存钱。 如果想要继续存放的话,可以用外面的临时保险库。 后面还加上了银行签署的名字。 所以存钱的人都以为是金库有了故障,才用临时来代替。 而且这个临时金库存钱之后。 按一下上面的按钮,就可以拿到存款的记录卡。 这下很多人都相信这个是真的。 没有人去怀疑它是否有问题。 直接就把钱放进这个临时金库里面。 而且还表示,这个做法很贴心。 但其实原本的金库是没有问题的。 竟然没有人去试一试。 只是看到纸条后就相信了。 直到最后一个人去存钱的时候, 发现金库都被其他人使用完了。 离时库房已经不够用。 他打电话希望警方处理一下这个问题。 而警察也没有发现这个骗局。 就到电话告知银行去处理。 等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到来后, 双方一对制裁知道原来是个骗局。 但之前存入的2500多万日元, 早已被骗子拿走了。 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, 骗走了这么多钱。 就连警方都能骗过。 事后警方去调查发现, 这些临时库房, 只要花4万日元左右就能做好一个。 一个小小的假库房, 竟然能骗到这么多人。 这正是利用了人们的心态。 大多数人对银行是绝对相信, 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。 被骗走高额的钱财之后, 犯人早就逃走了。 加上当时的刑侦手段, 还没有很完善。 想要抓捕骗子, 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 直到现在还被列成尚未解决的案件。 这就是因为日本人过于守规矩而闹出的大事情。 还是要灵活处理各种事情。 不能轻易就相信自己看到的。